我是外行的 来 开始 一轮分137集 2022年2月19号上午8点21分 这个谬次论为什么会跟着跟结篇标本一起呢 因为这谬次论他讲耳朵的部分 就是涵盖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全部的地方 为什么 谬次论有一段就是说 邪克于守族少云太阴族阳明之落 就是心胜肺胃胃无落 他说五落皆惠于耳中 这段话呢 在内经里面找不到很密切的观点 但是他确实应该是很正确的 上落于左脚 左脚 所以这是左边的这个状况 五落居决定能生脉阶奏 而行无知义或是失权 就是这五个脉有状况的时候 就是你的脑心神经病都已经障碍了 所以根结跟魏西边 他讲标本就在这里可以带到一点点 所以他讲他的刺法有四个 第一个刺脚大指内侧 就是脾肌脉 明白 刺脚心 处中指爪甲 再刺手大指 也就是各位看一下 尹白 勇拳 立对 然后哨伤 以这样来 以区域性来带 所以他是把这三个区域 也就是说你要注意到什么 脾肺 肾 还有胃 然后跟肺 所以这里没有肝 但是在我的观念上 他肝就已经含挂在皮里面 而且跟胃是一致的 所以在观念上 这里我常常强调 我在最近看一个实业家 第四次来诊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在他耳朵 我一样扎耳朵 但是我的引经句点不同 所以我在扎的时候 我的想象 就像他的背书一样 我是血系形式变 在扎的时候 我脑子就出来了 引章句点 然后我去共通 然后我去落实 那这样的结果呢 我的精确度越来越高 因为引经计 不是我找来理由借口 而是原来古时候的经络 经脉它有很多生巧 所以皮 我们在中国医学上 谁都知道说 左边是肝 肝筋脉是左 那事实上肝脏是在右啊 那这怎么解说 肝脏跟皮脏 当我躺在那里 休息睡不着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肝脏皮脏血液相当丰富 会比平常站的 坐的跑的多了好几倍 皮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观念 它是把坏掉的红水球 变成淋巴 坏掉红水球 也就是说 它皮 它在血液行动上 皮肝脏血 肝脏是什么 肝脏血皮脏 它是统 统字的统 统在英文上叫control 控制 所以它控制血液是什么 它是皇位 Defense 外面的问题 外面的问题 那肝 是 就是collect collect 藏血 它是把我们消化后的这些 回到肝脏静脉 再回肝脏 再回肝脏 再回下降静脉 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 像胸管这些呢 它是走上降静脉 胸管走上降静脉 是因为皮 这些淋巴 还有奢脂肠 这个乳米尺 它走这一段 但是重要的还是肝脏静脉 肝脏静脉 到下降静脉 所以肝脏 它是collect 收 然后 皮 Spring 它是把东西 坏的红血球 把它造成淋巴结 来管位 Defense 那肝脏这些收的血呢 它就送到了心脏 然后从主动脉 送给全身 那它是一个 就是 它是collected到control 它control到促进肝脏 collected 所以这个观念上 是要共通的 那医生提醒交正 谢谢